机上甜点 物件跌落 故障模拟 甚至拿到微软官方推荐 小型倭奖飞机M500先以上架微软模拟飞行 这款来自FS Reborn团队的第二款机模产品质量如何呢? 大家好,这里是DiabloHu大波胡 本期视频是我对新款上市的M500的上手体验和初步简评 还请注意,这并不是完整的评测 请系好安全带,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眼前的就是新上市的FSR500 由FS Reborn开发 现以上架游戏内市场 售价33美元 约合240元人民币 当前仅有PC版 Xbox游戏机版会在日后上架 机模对应的现实机型是PiPo M500 我们先来看看建模质量 同时介绍下M500 其历史要追溯到1970年代末 1979年,PiPo成功首飞单活塞6座小型机PA46 该系列衍生出了多种机型 其中在1997年的新机型上换上了普惠PT6 涡奖发动机 比微软模拟飞行玩家所熟悉的类似机型TBM M500在实用声线等指标上很相当 但速度要比TBM慢不少 航程也比后者短不少 PiPo的官网上正好有可互动的3D模型 我们可以来对比看一看 关于这款还请注意 商家的产品名称为FSR500 整个产品页面上没有PiPo或Piper的字样 这款产品也被微软模拟飞行官方推荐 在相关文章上也没有TG Piper 看来是没有拿到官方授权 为了避免歧义 本期视频会统称M500 其实这是FS Reborn团队的第二款飞机产品 其首款产品是轻型机Steam F4 制作精良 备受好评 回到这款M500 刚才画面上已经演示了很多舱外舱内建模的细节 制作非常精良 舱内外的灯光也没得说 尤其是舱内 你看PiPoM级飞机的这炫酷的氛围灯 下面来看看这款机模在游戏性上的周边功能 在我看来呢 这样的小型飞机 只要飞行操控方面做的不差 比拼的更多是周边能力 至于飞行操控 在稍后会有我的个人体验 首先 这款机模是有完整的游戏内互动检查单 非常方便上手熟悉各按钮的位置 以及各系统的功能 再来看看舱内 M500舱内可交互的元素并不多 除了飞行控制和灯光控制外 后面客舱部分还有可以自由控制的遮阳帘 遮阳帘的位置也会反映在舱外视角 乘客座椅上可独立控制对应的顶灯 还有可以展开收起的小桌板 当然还有舱门 可以直接交互 也可以在EFB平板中操作 说到EFB 在这里可以载入SIMBrief生成的飞行计划和配载 查询舱内和乘客状态 进行检修 以及各种设置和选项 在第一次载入飞机时 会自动进入一个快捷设置向导 会向玩家阐明一些重要的选项 比如是否启用各个系统的损伤和故障模拟 这EFB里的SIMBrief功能 也可以直接将飞行计划同步到G1000航电中 这一能力不需要NaviGraph订阅 当然了 NaviGraph订阅用户也可以继续使用他们提供的G1000航电插件 上述功能可以让非订阅用户以及XBOX玩家 也能快速导入飞行计划 不过这自动同步飞行计划的功能 无法正确识别经纬度坐标 算是个小小的遗憾 EFB里还可以控制轮挡 安全追 讲液罩等外部元素 在这部分也可以控制接驳外部电源GPU 还有红地毯 没错 FS Reborn在这款M500上还开发了贵宾登机功能 使用EFB操作登机时 可以看到专有车辆会驶向飞机 这辆车的行驶路线会参考机场的设计 类似游戏内置的加油车 到达后可以看到行李 但遗憾的是没有贵宾乘客的模型 在客舱里也没有模型 对了 也可以选择瞬间完成这一登机流程 不必每次都得等贵宾车的出现 其实这辆车的路线还是比较奇怪的 我就见过绕机场绕了一圈 才过来的情形 另外还可以通过EFB定制这辆车的类型 目前可选SUV和豪华轿车 FS Reborn还实现了一个自动视角的功能 在开关舱门 启动发动机等关键时刻 会触发自动的视角变化 但这一功能还不是很完善 大伯乎我就遇到过视角卡死的情况 好消息是这项功能是可选开关的 可以按需使用 刚才还提到乘客满意度 不过这一系统实现的比较简单 乘客只会抱怨客舱温度 饿了 渴了 还有落的不行 其他事情乘客不会关心 哪怕是在空中倒飞 在8000米高空打开舱门 甚至头朝下砸在跑道上 乘客都不会说个不字 对 没错 这款机膜在高空能开舱门 真机能不能这么做 我不知道 好消息是 确实会出现磕仓施压的报警 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模拟的 至于这头朝下砸在跑道上 螺旋桨居然没坏 这算是个遗憾吧 毕竟这款飞机是有一定的损伤 和故障模拟的 像是胎压 各部位的磨损程度等 但从结果来看 可损坏的部位还不是很多 对应的 客舱里所有的段路器都可以互动 而且都有对应的功能 还有个小细节 你看后座上这些枕头 真的会动哦 这样的好不好 回头看一下枕头是不是落下来就行了 但给贵宾端上的咖啡和甜点是纹丝不动啊 怎么晃都不会撒出来 总的来说 这款FS Reborn M500的周边功能还是挺丰富的 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打磨 对比A2A科曼奇那丧心病狂的细节 差距还是比较大 如果各位飞友想了解目前天花板级别的小型机 机模是怎么样的 可见大波湖的这期视频 接下来说说飞行操控体验 先声明一下 我个人没有接触过真实飞行 接下来所说的 仅是我个人在这款机模上的体验 并不代表FS Reborn一定是做错了 欢迎各位飞友进行交流 也还请注意 这只是我的初步上手体验 并不是评测 这款机模在地面滑行的时候 速度感觉有些快 需要时刻注意才刹车 飞行的peach操作感觉有点怪 给我的感觉似乎是有一个内在的灵敏度 拉杆或推杆到一定值后 飞机的peach会突然大幅变化 在起飞台轮 大坡度转向 还有着陆拉平时 感觉非常明显 其实飞机的手操感觉 其实是挺好的 不考虑这个peach手感的话 手操是非常稳的 FS Reborn说是用到了 微软模拟飞行最新的CFD 计算流体力学技术 稳健顺滑的手感 应该是来源于此 失速改出没有压力 飞机甚至会自动改出 其他方面 油门轴的绑定目前有些问题 我使用的是很标准的带反推的双轴设定 其他单引擎飞机里 我可以把二发拉到底 这样可以不用考虑这个轴 但FS Reborn M500 这架单发飞机 还是会响应第二个油门轴 如果两个轴的位置不同 油门杆会抽搐 造成推力不稳定 最后简单说说航电 FS Reborn是基于微软模拟飞行 内置的G1000航电 开发实现了M500的引擎信息页面EIS 除了标准的发动机 发电机等信息外 还有客舱压力 起落架的内容 除此之外和内置的G1000无异 虽然内置航电目前质量不错 但是功能还是比较有限的 在今年年底 预计上线的游戏版本更新中 G1000航电还会获得增强 希望FS Reborn 届时能跟进这些改动 有关微软模拟飞行游戏开发资讯 大波胡也会制作相关视频 欢迎关注频道 无错过官方开发动态 总的来说 大波胡觉得 这33美元 240元人民币 还是比较值的 推荐喜欢小型机的飞友们 购买尝试 目前的缺点和问题 主要集中在乘客相关功能 并不丰富 可损伤的部位不多 飞行操控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调教 希望FS Reborn团队 可以尽快跟进解决 如果各位想体验更高级 更细致的小飞机 可考虑A2A出品的PA24科曼奇 有关其介绍可观看大波胡的这期视频 以上便是大波胡 对FS Reborn M500的上手体验和初步减评 如果有所收获 欢迎点赞分享 如果哪位观众有购买体验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同时欢迎加入大波胡粉丝群 和其他飞友们一同讨论小飞机操作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